我们今天误不了就是什么呢 就是 齐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不下 我们也能误 不是顿误 是极圣年的修学累积 就是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每一天不离开大乘尖教 天天在读诵在学习 我们知道了 我们这个物叫解物 足思大德 像摄迦六族呢 他是证物 证物的管用 他的真实受用 我们解物是明白了 可是世上还做不到 做不到怎么办 做不到还是要搞生死轮回 这苦了 幸亏遇到待业往生的法门 如果我们是真的觉悟了 我们自己好好的衡量自己 齐心动念分别执着 我们不能断绝 我们不能断绝 再想想恐怕这一生也断不干净 不但起心动念断不了 分别执着也断不干净 那断不干净的话 六道出不去 我们修了这一辈子 古报在哪里呢 古报在人天 可以说 来生决定不会堵三无道 能得人生 修得好一点呢 欲没有断掉 到欲接天 欲要是很大很大 你到四接天 你到天道去了 欲望完全能控制 是在讲的根没断 完全能控制 确实不起作用 到五色阶级 还是出不了六道的困 这就知道 超越六道是多么困难的一种事情 那遇到这净土法门 这是给我们带来了 天大的喜事 这个法门不要断货 只要扶住就行了 你有能力 有能力扶住 见死烦恼 就是能扶住 执住 我在一切法里不再扶住 我真能横顺众生 随其功德 你就决定能生西方 净土 凡生同学土 你决定得神 你的功夫能进一步 你有能力 把沉沙烦恼也扶住 就是说 你有能力不分别了 分别控制住了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身方便有于土 如果你的功夫更高一层 你能把起心动念都控制住了 在世出世间一切法里 真的不起心不动念 你生到极乐世界 是生时报专业度 所以欧阅大师讲得好 能不能往生在信念之有 真心切运就能往生